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都是渔民出海时意外捕捞上来的受伤海龟 他们因为失去了独立的生存能力被送到了这里 有被渔网缠住割断四肢的 也有误实的塑料无法下沉海底的 想到这些再也不能回到大海的海龟们 余生只能在这不到四平米的池子里度过 一股忧伤涌上我的心头 保育员也会有一工去沙滩上 捡使海龟蛋带回来孵化 以免被当地人在市场上当作营养品卖掉 我帮助这些义工将刚出生的小海龟送回到大海中 并给我的小海龟取名为钻石 我希望它能够像钻石一样坚硬 在海里不受到伤害 也不要再被送回保育员了 有记得那时的天空被落日印的通红 我助力在沙滩上独自听着海浪的拍打 不舍 感动 迷茫 好像又一次涌上心头 我看着一个海浪打来 小小的海龟人义无反顾地继续朝海的方向爬去 又一个海浪打了上来 它们便消失在茫茫大海中了 可转身我又撇见那狭小的池子里 一只只受伤的大海龟 忽然间我第一次感觉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我也亲眼看到人类活动所给其他生物带来的伤害 也在那一刻深深更供情了海龟身上的痛苦 在路上我学到了环保的意义 这是比一百次我在课堂上听到的道理 书本上学到的知识都更生动更立体的 我意识到保护环境不仅仅是道德上的责任 更是每个人必须承担的现实责任 它也需要每一个人的行动和努力 古人云读案卷书行万里路 两者相辅相成 我们需要在读书时行路 也需要在行路时读书 正如少年中国说所提 不去观世界 何来世界观 从我记事起每一年我们家都会有一段时间行走在路上 感恩这一传统让我得以见识世界在路上学习 我曾在荷兰一个不出名的小镇 戴尔福特 见到了源自中国而被当地人发扬光大的青花词 我错愕不已 一个纺织品是如何超越原品成为荷兰的一张名片的呢 带着好奇 我深入搜索了那段历史 清代中国闭关锁国 而西方的科学技术在工业革命时期迅速发展 让荷兰的工匠制作出了媲美中国青花词的精美瓷器 荷兰商人精明的商业头脑 更是让它在欧洲成为了高端瓷器的代名词 纸上得来终绝前 在路上我连接历史 了解中西方发展的不同脉络 这是我在六年级时历史书上所看到的 它用一夜不到的文字就叙述完了六千多年前所有的人类文明 读完之后 我的脑海中没有留下一点波澜 正常的年暑假我来到了西安板坡博物馆 屏幕上所呈现的就是当时我所看到的 当我漫步在复原的遗址大厅 看着现任生活劳作和墓葬的场所 仿佛可以感受到那些画面就像电影的镜头 在我面前展开放映 他们好像就站在我的身边 狩猎捕鱼养猪重肃生活煮饭建造房屋 后来再看那些馆藏的文物 就再也不是一个个冰冷的词条了 在路上 我体会人类文明数千年的延续 感悟中华文明远远流长的魅力 去年夏天 我到访了位于满自的西南联大小区 在那里 我凝视着馆藏的哨片 抚摸着上世纪的磕桌椅 听讲解员讲述 在那水深火热家国巨变的1930年代 有一群年轻人和他们的老师 在炮火中坚守科学强国的理念 为战后的中国复兴培养人才的故事 他们坚信科学的力量 不惧艰险创立了一所传奇大学 后来 我又观看了几部关于西南联大的纪录片 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联大师生的家国情怀 在路上 我看到了一流学者纯粹的人格 和他们动心任性的坚持 这段经历 也让我更加感恩当下的和平与幸福 当然 路上的收获远不止这些 更重要的是 我有机会在今后的每一天 重温那些惊喜与忧伤 比如这本图册 《我的加拿大之旅》 它记录了我在温哥华的最后一个傍晚 整个天地间竟是粉色的 再比如 这是我意大利寻宝之旅的探险册 它会让我回忆起 意大利的托斯卡纳 那片会唱歌的土地 让我回忆起 那里的树木和草垛 而这 则是我自己日本长期之旅的日记 它告诉我 那里助力着庄严的和平纪念像 它坚定的眼神中 透露着对未来和平的憧憬 这串钥匙扣 让我想起了 我曾在澳大利亚的一片原始 安树林应找到野生烤拉的万分惊喜 那片安树林 诠释了人与自然 最和谐的美 还有许许多多 来自异国他乡的纪念品 而这些都是我物质 和精神的宝贵财富 这面旗子 记录了我涉足的每块土地 风车下 田野上 森林中 房屋外 从美国本土最南端到印度洋的眼泪 从意大利的色彩到奥地利的音乐 我看着这面旗子一点点被吩咐着 它也见证了我的成长 虽然疫情三年 让我探索世界的脚步变慢 网课和时不时的风控 让我走出家门 走出小区都变得无比艰难 但同时 互联网也在不断地发展 比如我们手中的Pad 或是种类繁多的各种平台 更多15本课堂上的学识 被更快地传播与接受 在互联网的推动下 我们与这个世界的距离被拉近 随着鼠标一点键盘一敲 我们似乎可以到任何地方去看看 但我认为 再多书本上知识的获得 也不如行走在路上得到的感受 更何况书本的知识 会有一个个章节与阶段 而路上的学习永无止境 行万里路始终让人们受益 因为那是人与自然 人与他人 人与世界最直接的交流 不过我也相信 我很快又可以继续行走 在旅行这条路上 继续接受心知 获得启迪 我会永远在路上 做终身的学习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